这是一个真人真事,一位七十岁的老爷爷正在沿街编织防坠网,说怕孩子掉下去,老人是云南农村人,他喊泪说,我每天都在寻找没有盖子的下水道,只要看见了,我都要给他编个防坠网,我的亲孙子就是这样掉下去走的,说完老人泪眼模糊,家人们,能不能给他一百个赞?这样善良的老人太难得了,你们说呢?